上課囉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包括朋友應該聽不到你們就說 好 大家好 好 歡迎你們來到鐵花村 鐵花村每個禮拜三到禮拜天的晚上 八點都會有音樂演出 每個禮拜三固定有一個節目 叫做唱作俱佳 唉唷呀 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呢 介紹一下鐵花村的環境 來 那在你們的後方呢 馬上介紹廁所 在你們的後方就是洗手間 那待會我們演出不會有中場休息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上洗手間的話 直接往後方去 那在你們的左手邊 那是我們的大舞台 就是平常如果編制比較多 或者是演出節目比較熱鬧的狀況的話 我們會在大舞台那邊 然後在我們的後方呢 這家藍色小屋 藍色小屋是 平常那個有的時候是我們室內展演的空間 那有的時候是我們歌手的休息區 那今天的舞台在我們的屋簷下 所以呢 非工作人員演出人員就不要進到裡面 今天的消費方式是 今天是只要到我們的吧台點一杯飲品 就可以入場這樣子 然後鐵花村的演出有一些是收費的演出 就是會有門票 但是今天呢 就是讓大家點個飲料 就可以入場聽歌 然後在吧台的左邊 今天沒有開門 可能明天會開門 是鐵花好店 那那個地方販售鐵花村的文創商品 所以如果你們來到台東 還沒有找到伴手禮要買的話 歡迎明天下午大概四五點過後 可以來鐵花村找那個鐵花村的文創商品來購買這樣子 然後在吧台的左邊的左邊 那個是一個故事屋 那這邊會有鐵花村從開春以來的故事這樣子 那就是一樣 因為今天沒有開 今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所以有一些沒有開的部分 大家明天如果有還在台東就再來 好不好 對 沒錯 那外面這一盤藍色的灘車就是 是我們的假日慢市集 那我們會在五六日的時候來擺灘 因為今天禮拜三 所以今天沒有灘位 那如果大家會在台東多待個幾天的話 歡迎大家五六日來逛我們的假日慢市集 對 以上就是鐵花村的環境 那外國的朋友聽不懂中文的 我們就請那個會中文的朋友用英文或是他們的語言翻譯給他們 我們就這裡不再展現我們的另外一個語言的才藝 好 以上就是鐵花村的環境 那今天有講到每個禮拜三 一開始營業就會有唱作劇家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是什麼呢 發生 其實他是唱作劇家每個禮拜三都有嘛 然後我們就會有一個鐵花村的工作人員輪流主持 那今天的主持人其實是他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發生了一件大事 必須由其他的員工或是對來支持 不然我們會在這個台上崩潰 所以好 唱作劇家是什麼呢 唱作劇家是一個自由舞台 然後我們會在禮拜三晚上八點固定來舉行 然後這個自由舞台是可以讓觀眾報名的 那我知道現在那個票口那邊還有一些名額 所以如果待會你們在演出的當中 感覺到被鼓勵了 覺得說 欸 台上那個人這樣子 我好像比較厲害喔 每人想報名的時候 你就去那個票口那邊有個黑板 可以寫上你的名字 然後一直有十五分鐘的時間 然後這個舞台 它的鼓勵性質比較多 就是當你站在這個舞台的時候 我們沒有在管你厲不厲害 而是你有沒有那個勇氣可以站上來 所以如果今天你們是偶爾來到台東 或者是有一些心情想要宣洩 然後你覺得這個舞台非常適合 然後你也覺得你可以表演十五分鐘的時間 那你們就到那個我們的票口 就是剛剛你們進來的地方有個黑板 上面寫上你的名字 待會我們就會陸續介紹你們上台 那今天這個舞台沒有誰表演的比較好 是誰比較有勇氣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在這個舞台上沾眼你的才華 然後今天的演出預計我們會在十點結束 所以在這段期間 只要我們知道黑板還有空位的話 歡迎大家去那個黑板上寫上名字這樣 那鐵花生可以提供的樂器有keyboard 然後還有這個吉他跟這個手鼓 然後沒有彩排的時間 就是你上台之後就直接開始演出這樣子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好 那因為你們剛進來都會經過吧台嘛 那如果待會你們覺得 欸我已經喝完了 如果還想再喝的話 就再繼續去吧台點你想喝的東西 鐵花生裡面只能帶水跟吃的 那如果你們想帶外面的飲料跟酒的話 在鐵花生裡面是不可以用的這樣 啊我講會比較正經一點 那我們就先來介紹今天有報名的朋友 我看一次 我看一次 錦代表台灣好基金會 及條村民所有員工 歡迎你們來謝謝你們來 希望我們今天晚上都有一個美好的夜晚 謝謝 好那今天報名的人呢 總共有四組 然後因為有一些空缺 所以如果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被補滿的話 我們就會往前挪移這樣子 那現在報名第二組的是裴萱 然後第三組是Kanocha 第四組是都市小島 最後一組是左勳右勳 然後所以如果 現在目前還有兩個名額 所以大家等一下 如果你們聽了幾組之後 你們覺得如果 欸這樣我真的可以上台 你們就去那個吧台的前面填寫 我們現在目前剩兩個名額 然後如果1號跟5號沒有被補滿的話 我們就會把大家的時間都往前挪這樣子 那在開場之前我們身為主持人 我們會先帶來兩首歌給大家示範一下 就在唱作聚家的舞台 你們可以多鬧 沒有啦 看我一下 就是在唱作聚家的舞台 可以做什麼樣的演出 那第一首歌呢 我們請 二姐 二姐 其實我們三個人都是鐵花村的員工 然後我們各個負責不一樣的工作項目 但是呢 就是我們三個人有組成一個團體 叫做鐵花村的 最辣女團 我們在11月12號後 有那個最辣女團的專場演出 如果當天你們還有空的話可以來 然後我們剛好三個人呢 都是唱作聚家的主持人 那今天呢 11月1號我們要迎接這一天 就是11月的到來 所以我們就一次出現在你們面前 那接下來這首歌呢 非常的可愛 它是來自黃界 有一位歌手叫做黃界的做朋友 如果 那做朋友 他的 OK Thank you so much 然後做朋友這首歌呢 就是蠻符合鐵花村的 因為大家可能音樂啊 或者是 市集來到這裡 然後結識了很多的朋友這樣子 那不管未來的路上怎麼樣 我們 都希望你們有緣來到鐵花村 都可以跟鐵花村 不管做一天的朋友 還是永遠的朋友好不好 好 好 那就帶來黃界的做朋友 我們還有一個吉他 還有一個吉他 待會兒 因為我們就是有一點遠道而來 他就真的有點太遠了 大概是 剛下飛機 大概是西班牙那邊 剛下飛機 耶 掌聲歡迎 魚果 他是來自西班牙 這裡有西班牙的朋友嗎 有人是來西班牙的嗎 或是會講西班牙文的朋友嗎 沒有也沒有關係 他會講中文 而且他是左撇子有沒有發現 他跟老王彈的方向不一樣 你們有發現嗎 明顯吧 是很明顯的吧 因為今天真的是對很多人來說 都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對我們來說也是非常一個正經 刻骨明星 刻骨明星 永永遠遠會記得 會記在那個 鐵花順的歷史上面的今天 你們想知道喔 你們只要看公告就知道了 所以呢 今天的唱作劇家 就會邀請到很多的朋友 來一起在這個舞台上 我們都沒有彩排喔 唱作劇家就是不能彩排的 都是一切都是非常的自然 自然 自然 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對 對對對 你們從哪裡來 我想先聊天一下 他從哪裡來 法國 法國的朋友 他是中文嗎 不會 好 沒關係 你好 你好 那後面的朋友從哪裡來 嗨 你們從哪裡來 你們從哪裡來 你從哪裡來 他們在哪裡 不可能看人家胡子以為 不可能看人家胡子以為 啊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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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耶 哇 很酷耶 天啊 天啊 蛙 天啊 天啊 這就是隱藥 是隱藥 是美國 你從哪裡來? 台北 加拿大 白色衣服的朋友你從哪裡來? 台北 台北 白色衣服後面的朋友你從哪裡來? 台東 台東東方大陣 在那邊嗎? 剛被問的旁邊的白色衣服的朋友你從哪裡來? 台南 台南 法國朋友旁邊的那個 台中 黃醫生你從哪裡來? 台中 還有沒有講到的地方嗎? 你想要為你的城市或是為你的都市 這邊有北竿 哭耶 考驗 一國你好了嗎?我們講很久了 好了 好 黃界的做朋友 我覺得我們今天節目要到十點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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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最好了 forget 藍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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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你們有發現 海中的那個天空的藍色 跟你們家裡長得不一樣 我們也是一樣 有沒有不一樣 有 那鐵花村的藍 你看這邊是藍色 藍色 藍色 鐵花村有很多的藍色 希望你們可以記住鐵花村的藍色 哭 因為就是 每個地方都有他專屬的顏色 或是氣味 或者是人 希望你們每到一個地方 都可以把這些人 這些顏色 聚在你們的回憶裡面 因為今天說了再見 明天不一定會再 再見 媽媽 我們要感恩 幸福 一舉公 阿滅 好 幫你介紹 好 接下來這首歌呢 是蔡健雅的 Only Love 有沒有人會唱的 沒有 你們都在裝那個很像沒有聽過 等一下我們唱的時候誰敢唱吃看看 或者他們會不會 Only Love 對他們來就是老歌 他們搞不好說九十二年次 他就是我阿姨在聽的歌 好 好吧 那如果這樣的話 也是希望你們可以聽到這首歌 這首非常棒的歌 你們有興趣可以回去搜尋 差見雅 Omi Love 蔡健雅阿姨唱的歌 哈哈哈 那個蔡健雅公嗎 那邊 衣婆 哈哈 他們都沒有笑 他們就是聽不懂 你們多喝一點 你們就會笑了好不好 好 Only Love 偶爾抬起 我會看到無數個消息 要守護著天空眼睛 千萬個世紀 生命裡也存在一種 類似的東西 那就是很永恆的延續 Only Love 愛是我最美麗的願意 像空氣 雖然而然就懂得呼吸 多珍惜 我和你有了這種默契 準備心中的溫暖和全世界分享 你為真愛存在 如果可以 我想寫段旋律給自己 別忘記 別忘記 臉上要用笑容 蓋過一滴 我決定 每一雙單純去愛的眼睛 說的故事 說的故事 會更加動聽 Only Love 愛是我最美麗的願意 想空氣 像空氣 自然而然就懂得呼吸 多珍惜 多珍惜 我和你有了這種默契 你心中的溫暖和全世界分享 因為真愛存在 Oh Oh Only Love 愛是我最美麗的原因 像空氣 自然而然皱冬的呼吸 多珍惜 我和你有的这种默契 用爱去探索你能找到新的意义 我相信Only Love 爱是我最美丽的原因 像空气 自然而然皱冬的呼吸 超珍惜 我和你有的这种默契 就算未来还未知 记得把心打开 证明尘埃存在 Only Love 我们的表演歌到这里结束 大家回去路上小心安全 很像變個人演唱 主持人你還是要介紹 那接下來呢